和大家讨论一个后台粉丝给我的留言 听说三阳飞杜4要取消ABS了 是真的吗 取消了还值得买吗 其实取消了ABS的 那应该不叫飞杜4了 那就是飞杜3吧 我记着2016款 包括2018款 那个时候叫飞杜3的时候 都是没有ABS的 是CBS联动刹车 飞杜4绝对可以算是 国产小踏板里的一股清流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 在125踏板里 日本的三大品牌 本田零母亚马哈 可以算是把整个市场垄断了60%以上 剩下一股清流 那就是豪爵 但是飞杜4还真能和他们比 而且比起来一点都不示弱 配置还要高 甚至说销量上 有时候还能够超过他们 我觉得如果说飞杜4 把ABS换成CBS 即使像好多人所说的那样 优惠2000块钱变成了12800 但是那样是不值得买的 飞杜4的三大卖点在哪 首先说是ABS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水冷发动机 虽然是两气门 但它至少也有8.8千瓦的功率 和12匹的马力了 零母的UI125相比较起来 它的才6.9千瓦 所以说当你骑上飞杜4的时候 我感觉在125级别里 谁的动力比较猛 那应该算上飞杜4 飞杜4的另外一个 让人觉得不错的点 就在于它的半任容的轮胎 但是这三点 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ABS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飞杜4变成了CBS版 变成了12800 虽然它有着复古的外形 但它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本田的125LA 价格差不多了 可能飞杜4还稍微贵 那么几百块 但是这两款车比起来 你如果用三阳和本田比 本田绝对 我要说本田天下第一 可能有人听着不高兴 但我觉得本田这个品牌 确实是很牛叉的 全球每卖三辆摩托车里 就有一辆是本田 那么全球卖多少辆车里 有一辆会是三阳呢 所以说两个厂家的段位是不一样 飞杜4之所以能够现在变成125级别里 最受宠的这么一款车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来自于它的ABS 当厂家说 我知道博士的芯片比较紧张 你可以换马牌的 马牌的芯片也比较紧张 你也可以换赛福的 但是ABS必须保留 大家会觉得 是相机应用的